刘浩存是张艺谋从全国一小中挑了四年才选出的新一代某女郎 她是张艺谋眼中的白纸 灵气的代名词 能让张艺谋给出如此高评价的演员实属罕见 刘浩存凭什么 凭她在一考期间被张艺谋一眼相中的脸吗 要爱惜自己 不要接任何戏 等着我来找你 这是张艺谋对刘浩存的第一个交代 2018年一秒钟筹拍 张艺谋选了3000位演员进行海选 同时她联系了还在读书的刘浩存 不知道是刘浩存真的有实力 还是这场海选只是为了兑现三年前的承诺 刘浩存确实从这3000人中过关斩将拿下了女主 没有演戏经验 没有专业培训 这些在张艺谋眼里都不是问题 范伟 张艺给他作配 张艺谋亲自为他讲戏 一次拍摄中 刘浩存哭戏多次恩机 哭不出来 厂屋在一旁提醒刘浩存 还有15分钟就收工了 没想到一向严肃的老毛子立马反过来训斥了场务 直到吓了戏 张艺谋还在贴心的安慰刘浩存 看到她笑出来那一刻 张艺谋才安心 同样是某女郎 张艺谋第一次拍张子怡时 张子怡哭不出来 张艺谋便吓唬她 当探班的记者来采访张艺谋时 俩人更是将刘浩存夸上了天 只言刘浩存太有灵气 一点就透 天生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 张艺谋甚至表示自己之所以选中刘浩存 是因为她的眼睛会说话 像一张白纸 历史清白 政治正确 不知道是不是被周围人捧得太高了 刘浩存如今的处境与老毛子的想象产生了天差地别 为什么说刘浩存的起点就是别人的终点 在拍摄悬崖之上时 老毛子指定给刘浩存的角色 因为剧本问题遭到了否决 张艺谋直接修改剧本 也要保存刘浩存的角色 不仅直接在剧组给她庆生 就连家宴也带着刘浩存参加 张艺谋说这话时是在一秒钟电影的发布会上 要知道关小彤在影的这一幕镜头几乎直接封闪 而关小彤也仅仅比刘浩存大了一岁 用惊圈格格关小彤为刘浩存抬咖 老毛子的偏爱不要太明显 一秒钟的口碑虽然不好 但刘浩存之后的大制作电影资源却是一步接着一步 三年拍了五部大制作 刚出道就与迪迪热巴在春晚上通台 上春晚上国家宝藏 高奢代言拿到手软 刘浩存到底有什么资本 真的只是靠张艺谋力挺吗 张艺谋为何冒着口碑崩盘的风险 也要一次又一次的力挺刘浩存 而且除了张艺谋外 某站显示等着刘浩存合作的还有包括 吴京 黄俊文 陈可欣 五哥 周迅 王家卫 慧英红 京圈 户圈 港圈 西北圈的资源几乎全都能拿下 就连王京点赞刘浩存有背景的视频 可是大家还记得刘浩存是怎么说的吗 在主持人蓝宇问他是不是天赋型演员时 刘浩存摇头晃脑的表示 即使大家不看好刘浩存的演技 但刘浩存本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 为了交流浩存演戏 70多岁的张艺谋亲身上阵为他示范 直接将头埋在血堆之中 不得不说老毛子是真的惊艳 很多人说周冬雨的爆火让张艺谋尝到了甜头 也有人说张艺谋是因为和合作伙伴闹翻 这才打算将刘浩存捧成第二个周冬雨 当初刘浩存身陷资源咖的时候 他的经纪人第一时间辟谣表示 刘浩存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张岛工作室和我们才是资源咖 出道前所有的高奢代言资源就已经签完了 刘浩存出道65天 但已经是按一个巨星的工作量在赶通告 经纪人理所当然的言论揭开了捧人的秘诀 然而再强的立鹏挽回不了观众的口碑 刘浩存是怎么从万人捧到万人闲的 刘浩存说父母给自己起这个名字 是希望他好气长存 在这一点上刘浩存或许一点也没撒谎 在2022年中国残健文艺晚会 刘浩存的出席瞬间点燃观众的怒火 2012年一位7岁小女孩在刘浩存父母经营的舞蹈学校上课 其间因为不当教学导致一位7岁女孩终身瘫痪 法院判决刘浩存父母赔偿113.7万 要求在两年内还清 然而刘浩存的父母却不满判决选择二次上诉 这一百多万的赔款拖着补赔 双方的官司打了长达六年 而女孩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最终终身残疾 不过一向嘴硬的这对夫妻在2018年突然改口 不仅声称对女孩心存愧疚 并表示将会将女孩当作亲生女儿来对待 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 不得已缴纳了赔偿款 而让他们松口的原因恐怕还是怕影响到女儿的前途 这一年张艺谋的一秒钟开机 女主正是冠上了新近某女郎的刘浩存 但嘴上说的总是比做的好听 当初刘浩存父母表示家里贫困才没钱赔款 可是刘浩存从小上名牌学校穿奢侈品过活 女孩拿着每月400元的帮扶款时 刘浩存已经手握无数资源 有一众大咖作配 欢瑞世纪副总裁江磊甚至曾评价刘浩存 浩然正气长存 而纵观刘浩存这几年的资源就知道 父母的事情并未影响他接下更多资源 我爸爸妈妈就是我的那个忠实粉丝 作为他们的小孩我特别荣幸 春节当的一部四海 刘浩存成了寒寒的女主 刘浩然 沈腾 尹正 这群票房扛袜子与她合作 然而两位影帝最终也没能抵住观众的口碑 四海差评如潮 刘浩存的路人员再次崩盘 老毛子这次的审美是真的出问题了吗 在你的心中 演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怎么理解演员这两个字 演员嘛 演员 嗯 嗯 嗯